学员们满腔柔情 为谁而来 温柔也可以是个男人 小时 你的温柔 发生了什么 让大家在现场争执不休 我都干了的话 哪有怎么办 悟空听唐僧的 是因为他会念紧箍咒啊 是他回家的 是他回家的 让我们和快乐汉语 来一次温柔接触吧 上车了 上车了 欢迎各位 欢迎大家来到快乐汉语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韩家 这位呢就是辅导员 季小军 欢迎各位 欢迎 好 来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的两位导师 传道导师利波老师 欢迎您 欢迎 解惑导师陶思玄老师 欢迎您 欢迎两位 好的 掌声欢迎我们的六位同学 闪亮登场 红队 红队 加油 加油 蓝队 蓝队 落油 落油 有请蓝队 蓝队 最棒 最棒 蓝队 第一 第一 耶 队 欢迎六位同学 来 欢迎 别光鼓掌啊 来 拿起你们的投票器 给他们投票 二号 一号是安泽 二 二号 三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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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三 三 六号 六号 二 一 不过这只是第一轮投票 那我们的同学们 还是要好好表现 让他们看看你们的实力 对 每一堂课都有一个主题字 到底今天的主题字是什么 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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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两 四 四 二 陶老师都在说天呐 天呐 来 塞那 天呐 你演的 在哪个字 什么字 在记得照着记 我感觉应该是难吧 因为对我们六位学员来说 这太难了 很难的难 软 软 软我倒是挺好 这个还挺好边的 蛇人的蛇子 什么 蛇人 就有点像蛇人一样 我刚才在说 我说他表演的是 蛇的这么一个感觉吧 柔树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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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看一下 就是柔树的肉 这差那么点啊 汉字发展经过了 非常漫长的时期 那么最早的这个 传书里的这个柔字 是什么意思呢 说文姐自己 叫木曲直也 就是把那个木 然后弯的那个树枝 把它变直 柔直 柔直它 那么为什么要柔直呢 上面这个毛 对吧 毛头的毛 它其实原来是生部 但也有会议的功能 那底下木就是树了 然后把这个木弄直了之后 前面就可以做成毛了 它其实柔和钢啊 其实你看表面上对立的 同源最早钢呢 就是拿鱼网刀去捕猎 然后这个柔就是把木头 做成一个捕猎的工具 就是最初的本意 没有像现在我们所理解的 这个难度 对 我们现在的温柔啊一些 都是后来它的衍生意 衍生意这尤其温柔 我们得请陶老师 跟我们来讲讲啊 其实还有几个字 跟这个字是蛮有关系的 关系很密切 是同源词 比如说火子边一个柔 那就是说用火把木弄弯 或者是弄直 还有提手边一个柔 就是用手把某一个东西 搞成某个形状 对 比如说柔面 这都是那个同源词 那柔在现代呢 比较多是指女子的 用来形容女子的形态 这个就是随着社会的变迁 词意内涵的一个变化 好的 那我们初解了一下 这个汉字之后呢 要来考考我们的同学们了 不光要考对这个柔字的理解 还有对这个柔字 在形态上面的一个表现 就是一会儿让我们 尤其是结盖同学啊 我们这个帕朗啊 模仿一下刚才的柔术表演 没有那么难 没有那么难 对 没那么难 但是也要考验一下 大家的这个柔韧性 真的假的 没错 我们考验的柔韧性呢 就是要从这三根绳子下面过去 每个队派两位代表 上来过这个绳索 有一位呢 要负责在我们的绿板和白板上面 写词组 我们这个难度啊 还是有一点的 因为他们要戴上这个帽子 还要戴上长长的鼻子 来 各就各位 Ready Go 也行 没想了 回来 这边也想了 再回来 从这儿 这个重新过 从这儿 重新过 小心 铃铛 小心 铃铛 也行 换下一位 这回要看帕朗的啦 这难度不大 慢点 不着急 帕朗啊 好 不错 好 不错 塞纳不行 你这就趴着过去的 你反过来 塞纳不行 你这趴着也不错 快点 好 好 好 时间到 来 我们看一下双方 两位老师也一块来看一下 怀柔 听着耳熟 没问题 优柔寡断 不错 可以 柔弱 可以 可以 柔美 肯定可以 可以 柔软 可以 五个 写对了 五个 五个 温柔 温柔 柔术 柔术 以柔克刚 柔情似水 你看看我们这写的 柔 柔毛 不是什么呀 柔毛还不够 柔三个毛 这三个毛念什么字啊 脆 脆啊 立博老师可以吗 柔脆 柔脆倒有过这个词 柔脆可以 柔性 柔性可以 柔性可以的 柔态 柔态 还都写的繁体字 柔甲 什么叫柔甲 柔甲 动物的是不是 对 动物的那个甲 刚出来的时候 柔甲 柔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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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的繁体字 这可以算的 柔韧 韧这写对了吗 繁体字 柔顺 叶字写的不对 叶的那一束跑到旁边 变成宽了 那肯定是我们这儿多了 对对对 所以呢 但总数来讲 还是大卫写的 多一些 获得一颗小星星 我也安慰一下结盖 虽然那个柔韧性 也没让你上场 虽然一开始 他们拼颜值 也不给你投票最多 但是汉语这个东西 最后拼的不是颜值 拼的是内涵 我要是现在给他们展示 我怕吓大家一跳 真的吗 来 这个笑我一跳吧 来吧 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啊 这个是要练功才能做的 这才是真正的儒功 儒功 哦 no 你看 胖了 看到了吗 刚才是这个小姐说是吧 再换一个这个 好好看啊 哦 no 这是真正的儒功 你看 还要换手吗 看 还要吗 差不多 要换腿吗 可以 谢谢 谢谢杰盖 我们还是回到汉字上面来 看到这些汉字当中 哪一个说到柔字 我们通常会想到的第一个词 肯定是这个温柔 温柔 对 说到温柔的时候 什么样子才是温柔 赛娜 你那是卖萌 不是 你是眼睛里面浸东西了吧 就是温柔的意思是特别特别特别 特别特别暖 特别什么特别 就是这个样子啊 对 这是我样的 表现出来的这个样子 我们国外有一个说法 就是在两个人在一起 男人是头 女人是脖子 那如果他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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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左转右转的话 那没有脖子他转不了啊 所以我们都是柔柔的 哦 大卫 其实我觉得温柔也可以是个男人 但是就是大家都说到一个男人很温柔 大家都觉得这个男人应该是娘们儿鸡鸡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温柔不代表你不是个强悍 我记得我之前在俄罗斯有一个老师 他特别强硬 但是说他说话非常的温柔啊 我们考试之前呢 他就说 哎 大姐 你们知道我在我们的班里 大概40%的学生都不及格 你们好好加油啊 我的体特别难哦 这是非常的温柔 但是非常非常坚韧 这叫温柔一刀 对 喜欢女汉 女人应该有个性 女汉子一点 所以女人可以女汉子 然后男人暖男 你就性别倒质吗就是 她的意思就是男人应该温柔 其实我觉得丽波老师也很温柔 暖男 对啊 我都不好意思了 其实这个戴笠啊 说的倒是最介入进汉语的本质的 汉语中温柔最早反倒不是形容女子的 是形容男子的 因为温柔这个词出自管子 管子里头是说这个男子啊 叫温柔笑剔 这才是一个好男人 所以你看啊 男人的温柔 其实不是在表面的 后来刘勇写过一首词 这个词的题目就叫少年游 那形容那个少年叫 心性温柔 品流风雅 所以在古代温柔的词 大多指男人 后来当然也指女人了 当然到现在 更多的是指陶老师这样的女人 当然又发展了 现在暖男也可以叫温柔的 那陶老师 您为什么能有这么温柔的气质呢 我真心不温柔 利波老师被蒙了吧 没有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一些人对于温柔这个词的一个误会 会觉得说那种看起来安安静静的 不太说话的人就是温柔 还真不是 温柔这个词它是指一种状态 就是温暖 温和 柔顺 柔软 是指这样的一种状态的人 那在过去可能更多柔 是含了柔顺从的意思 而在现代来讲 它反而更多的是一种平和的状态 人要能达到这种平和的状态 其实内里是非常有力量的 反而不是脆弱的 就内心非常坚定自己的信仰 自己的理想 自己想要什么 它是非常清楚 反而是这样的人 才可以很柔软的姿态去对待别人 但凡那种内心犹疑不定的 犹豫的 他们都做不出来柔顺的状态 他们会是一片很刚硬的姿态出现 还有一个柔术 我觉得有必要来说一说 因为刚才我们也看了表演了 你们有会的吗 我是觉得以前有那种流行的一件事情 就是看柔认是怎么样 就是要 反手摸 那叫什么 摸肚脐 摸肚脐 反手摸腰 但是 金呆了 大家和安泽 你们要觉得这就是柔术 那你俩就外行了 这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看韩家老师 给你们 请出一位专业的 请看我给你们准备的表演 据说学员们要挑战柔术表演 据说有人认为 以柔克刚就是美人际 究竟发生了什么 又让外国学员 为了一名中国古代女子 争执不休呢 一起回到现场看一下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看吗 你们好棒啊 来 掌声再给两个小姑娘 对啊 太佩服你们了 简直佩服得五几头地 多大了 十一了 你们练了多长时间了呀 我练了三年多了 你呢 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 戴帽子的那个皮肤比较黑的那个哥哥 还是叔叔 还是白白的 他能练吗 他们的 那这样啊 你看看这几个人当中 有哪几个是可以练的 教教他们好不好 好 谁 你觉得谁 可以你点 随便谁 那个 白衣服那个 白衣服那个安泽 男的有没有啊 男的没有 你就教他一个最简单的动作 对 教他们一个最简单的动作 就是最后那个把牙摇起来那个动作 或者你俩配合的那个动作 来一个让他俩配合 对 这个还可以 对 来 就这样吧 来吧 就这样吧 你俩来 来来来来 另一个 三大上 No 别担打 我又 脚要勾得住 脚要勾住 另外一条腿勾住 腿抬起来 腿抬起来 所以看起来别人做很容易 但自己做就真没那么容易了 没错 再次谢谢两位小朋友 谢谢 这个柔术训练啊 一般都不能晚于七八岁 最晚不能晚于八岁的 你看旁边那个小孩 能练两年 能练这样 真不简单了 就是这个柔术 确实还和舞蹈有关系 最早的时候 你看从那个赵飞燕 就在那个盘子上跳 就是他必须要有这种柔术的功夫 其实这种柔术 就是对人体潜能的一种挖掘 下面这个词也有意思 以柔克刚 刚才其实多次提到 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同学 以柔克刚什么意思 以柔克刚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美人计呢 还真不可以 这个词 这个美人计就变成三十六计了 然后这个以柔克刚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思辨方式 它是一个成语 但是它语意来源 来源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家 就老子 老子的老师呢 叫常虫 常老师临死的时候 这个李尔同学 千里迢迢去为他送中 到了这个常老师家 看常老师卧病在床 已经快不行了 然后李尔同学就问 说老师你看 你也快不行了 最后还有什么人生的大智慧交给我 常老师一笑 一张开嘴 交给他三条人生智慧 其中最有名的一条就是 常老师一张开嘴 说阿尔啊 李尔同学嘛 你看看我 牙齿还在吗 李尔同学低头 仔细学摸了一下 木有 牙齿一颗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据说常老师死的时候 一百二十岁 也有一种点击说法 说一百零二岁 牙齿都没了 然后老师又一笑说 你看我舌头还在吗 李尔同学又仔细看了一下 当然有了 在呀 没有舌头怎么说话 常老师一笑 你明白了吗 李尔同学绝定聪明 哦 我明白了 牙齿是至尖之物 舌头是至柔之物 至尖者无 至柔者在 所以你看老子《道德经》 后来他的这个思想哲学 叫飘风不中期 咒语不中招 上善若水 柔能克刚 这是中国人的辩证法思维 就到这儿来的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呢 柔情似水 这个也是个成语了 其实我们可能会为柔情 为什么似水啊 陈老师 不是别的 万一柔情似洪水 那么怎么办 把人给淹了 那更快了 柔情大概不会 表面上看起来 柔情是不会似洪水的 但是柔情里边 包含了洪水的力量 所以柔情似水 它是因为 看起来是这样的柔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 在那个海上坐快艇 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 你看起来那个波浪是 就是风平浪静的海面 看起来波浪是那么的优美 线条是那么的优美 温柔柔软 可是你那个快艇 真的走过去的时候 你是会感受到的 简直就像在刀尖上 飞过去一样 它内在蕴含的那个力量 是非常大的 感情也是如此 在美好的时候 它就像涓涓溪水一样的 缓缓流淌过你的心田 可是你一旦把这个人惹极了呢 那也是什么事 都会干得出来的 陶老师的意思 柔情似溪水 恨情就如洪水 我就是想问一下 好多人都说 女人是水做的 所以就柔情似水 但是我自己感觉 我像水泥做的那种感觉 哇 你要是水泥做的 那结盖 咱们就是钢筋做的 就是骨头了 是吧 女人是水做的 这个和我们的一个传统观念 也还是有关系的 因为女性比较追求 精神上的愉悦 两情相悦 她会比较追求精神世界的 这种丰富和完满 而男性相对来讲 更重视现实生活的 社会角色的成功 那对于我们传统的文化来讲 我们会觉得精神 是属于比较清零的 比较空灵的 清澈的 所以她就会用水来形容 而男生的这种现实世界 我们会认为追求物质 是比较着重的 所以我们会用泥来形容 不是 陶老师这么说 我看小金频频点头 你同意陶老师这个说法 男性都以物质为凑 男女的差别在哪 男人你看 开车就看过来 男人空间感特别强 男人基本不用导航的 但是女人强在什么地方 今年结婚 纪念日 立刻问你 去年你给我说啥来的 前年你给我说啥来的 男人全都忘了 关键是十年前 你跟我说啥来的 女人是时间的动物 不仅仅是和时间有关 它是源自于 女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 是在情感关系上 所以他情感对他特别重要 但是对于男人 是社会角色的成功 是这个男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 男性女性性别大辩论 到此结束 我们组辞组完了 对 组辞组完了 有接下来的比拼 接下来造句 同样感 小军 你看这难度增加了 有没有感觉像这个武侠片里面 穿越那个激光阵似的 不过那都是红外激光什么之类的 没错 都是激光 我们类似 类似的装饰 但是做什么用 还是要派出一名代表 要穿越这个阵 把这阵上面的字碰到了以后 告诉给自己的队友 队友就要用这个字来造句 当然了 如果红队已经碰过的字 蓝队是不能再用的 你来试一下 如果碰到这个铃铛 铃铛响了 你们就在原地五秒不能动 预备 开始 断 断 到 挖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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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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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听到了 这边用过了三奈 爸 爸 呃 好 时间到 我们游戏整个完成的过程呢 帕朗跟塞纳基本上是 同时穿过了红线阵 所以呢 我们就看他们造的句子的质量如何吧 我们看一下这边 第一句是 我们不要做优柔寡断的人 用了个诚语非常棒 可以是吧 优柔寡断 花木兰虽然看起来是个女汉子 跟花木兰很熟的样子 但是她很温柔 这事她也能知道 这谁写的 这个谁写的呀 我做的面包 内柔外缸 这点胶的牙 这怎么吃 来 给点评一下吧 这个第一个词 很好造句没问题 优柔寡断 你们自己觉得 是什么样的一种性格 帕朗 特别墨迹 特别墨迹 特别墨迹呢 莱莉 有点选择恐惧症的人 比如说去超市 对 看到那么多的牙膏 我买哪一款呢 对 也就是有时候女孩子 我觉得很容易这样 优柔寡断 不能做出决定 对 不是以果断 大卫 就是不果断 就是不果断的 有事情了 就是特别犹豫 要不要举牌 还是不要举牌呢 就是要说出自己的答案呢 还是听听别人 怎么说再说呢 戴利亚讲的特别是 她讲的是选择恐惧症 其实我们说儒家文化 经常是什么 叫做三思而后行 虽然三思而后行 这个词出自论语 但是原来 孔子说是反对这个观点 她说纪文子说三思而后行 孔子 您别学生就问孔老师了 说纪文子说三思而后行 孔老师立刻摇头 再思可以 想两遍 就做出选择了 不要再想淘几遍了 那个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不要优柔寡断 是孔老师的主张 儒家的主张 优柔寡断 我们会说优柔寡断 是一种性格特征 也是她的一个行为模式 的的确确是指 她很难做出选择 而很难做出选择的原因是 她太想面面俱到 就想要照顾的方方面面太多了 反而你就没有办法顾全 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 把所有的细节都照顾到的 可是她又不想舍弃掉其中的 某一个部分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做事风格 优柔寡断 同样这里也写到了花木兰 花木兰这边也有 这边也写到了花木兰 花木兰 我们这边说的是 花木兰不是温柔的女子 我们这边说的是 她很温柔 到底怎么着呢 花木兰到底是怎么样的 她扮演成男孩子去参加打仗 替父从军 对 我觉得一个女孩子 就是要有就是 不是温柔不一定是不好的 但是她有这种 阳刚之气 就是你喜欢的那种 女汉子形象 对 她才可以去参加当兵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因为就是女孩子有勇气 不代表她不可以温柔 她之所以去了 替自己的父亲打战 就是因为她体贴 就是通过这个 就是这件事情呢 她体现了自己温柔的一面 你要是没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 那种男子汉的那种 那种性格 你能去当兵吗 可以 这个战场不是去开玩笑的地方 而且都得有一个很 很严格的训练 得有一个真正的强男子汉 才能去战场 对 那她就会认为花木兰不柔弱 所以她不温柔 但是红队呢 恰恰是真的是理解了 温柔一词的含义 温柔是柔和内 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这恰恰是花木兰的内心 我们有一个成语 是峡谷柔长 她就是这样的女子 这么来看的话 那就是红队这边略胜一筹 这个 这句话来看 再来看你们这面包 刚才说了 内柔外刚 还是外柔内刚 这我们经常用来说 但其实可能她更多的时候 不是拿来说面包的 我们来形容的是一个人的性格 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外柔内刚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温柔的状态 外刚内柔 其实是 我们通常是指那种 外表看起来很刚烈 很刚强 很坚强 但是内心里 其实是脆弱的 一塌糊涂 就是我们俗话说 刀子嘴 豆腐心 它并不是一个 并不是一个健康心理的呈现 它恰恰是 它的内心太过于脆弱 有太多的创伤体验 才会呈现出这样的姿态来 而外柔内刚 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心理状态 两位导师看 这回这小星星应该给谁呢 一人一颗吧 来 赶紧到老师那儿 拿一颗星星 其实红队两颗星星 蓝队一颗星星 红队暂时领先 好的 那马上呢 又轮到我们观众朋友们 要动一动了 来 拿起你们的投票器 请表决 几号 三 现在领先的是赛纳 三十票 女性到底应该更柔一点 还是更刚一点 遇到家庭矛盾 外部学员有何妙招 又是什么游戏 让大家囧态百出呢 一起去看看吧 马上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 来龙去脉 这个环节 我们还是要来讨论一下 有关于这个柔 而且是温柔 柔和刚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看 第一题这个场景 你觉得女性 应该是更柔一点呢 还是更刚一点 我们有红队跟蓝队 你们的观点 不是你们自由选择 而是要根据 你们的柔的程度来决定 谁更柔一点 你们选择的就是柔 如果没有那么柔 那就要选择刚一点的观点 戴莉亚可以试试吗 戴莉亚来吧 戴莉亚能到哪儿去试哪儿吧 就这儿了 没有不是不行 哎呀 可以啊 这怎么来评判呢 她揉吧 她做了两个动作 她做两个动作 哎呀比较谦虚一点 好吧 那就安泽 你就负责柔一点 好 蓝队你们就是刚一点 好 我就是觉得吧 女人一定要柔一点点 首先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然后呢 我们可以以柔克刚 而且我觉得 哪怕是一个再强 再刚硬的一个英雄呢 如果遇到温柔啊 那还是以后会没招的 女孩子如果你自己足 就是足够自信 足够当的话 你自己就是英雄 女人都干了的话 那怎么办 那女士她本身就是柔的 但要是不补一点点 那种阳刚的阳气呢 那肯定是会缺少 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温柔 因为温柔也可以变成力量 就比如说像唐僧 她本身也比较温柔呢 但是她给起天大圣封衣服 然后就把起天大圣给感动了 就是她等于 把她的那种温柔的一面 变成了她的就是那种 最力量的一面 唐僧虽然很温柔 有点娘 但她不是女性 对 女性应该更柔一点 你看 但是女性也一样的 就像比如说 像那花木兰 她本身也很温柔啊 对不对 但是她需要该 强硬的时候 她还是强硬 你是得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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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回家了之后 她还是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女子 我说什么来的 悟空听唐僧的 不是因为她感动 是因为她会念金箍咒啊 而且我觉得女生更应该强 强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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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一些 这样的话可以让男人有增幅欲望 我们呢给大家规定了一个场景 这样可能说起来会更明确 我们来看一下 遇到家庭矛盾时 你会用柔的办法解决 还是用刚的办法解决 A 刚 树立家长一家之主的威严 B 柔 家庭和睦最重要 C 欲刚则刚 欲柔则柔 D 欲刚则柔 欲柔则刚 各位同学请选择 我们来看一下 请亮题板 有选B的 有选C的 有选D的 我说针对夫妻俩 夫妻俩之间呢 这个一定要 预柔对柔 因为 如果两个人是柔的话 那很难活下去了 打起来 如果都是柔的话呢 也不行 也要有一个人让步 但是就有人这么选的呀 你看人家塞娜 塞娜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欲刚则刚 欲柔则柔 塞娜你来说说 你对我狠 我对你更狠 你对我好 我对你更好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对 如果不是说有矛盾的时候 我对方先开始对我杠 那我也会当时杠 但是如果对方开始柔 我也是对他柔 我选的是B 因为我觉得在家里 温柔是最重要的 因为家里他跟其他的场所 是不一样的 他不是同事跟同事之间的 一个矛盾 也不是说在外面 跟陌生人的一个矛盾 而是一个家庭 毕竟是家庭 在家里边 和睦是最重要的 就两个人在一起 是自愿的事情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他也愿意跟我在一起 对不对 就两个人自愿的 如果是说两个人 有过意不去的事情呢 那干脆别吵了 分了算了 分了算了 这样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是怎么选的 来 选择最多的是 欲刚则刚 欲柔则柔 我觉得这41% 应该都是没有结婚 没有成家的人 我都不会如此 直接地选择 两位怎么看 我觉得可能 选C的朋友 就是跟那个塞纳 是差不多的想法 就是你对我好 我也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那我比你还狠 其实在家里边 需要的是刚柔并济 只有柔软 也是不够的 因为没有冲突 就没有关系的 真正的建立 冲突是必然的 冲突也是一个关系 想要建立必须的 必须经过这一关 所以应对应的时刻 是必须要有的 但是你也要有柔软 温情相待的那个时候 要让他有被接纳 被包容的那个感受 否则就是一味地拒绝 所以实际上需要的是 刚柔并济 其干是家庭矛盾 大家只看夫妻矛盾了 还有这个教育上的 父子矛盾 中国人他们都没达到 还有婆媳矛盾了 那是最大的矛盾 是不是 兄弟矛盾 什么走力矛盾了 还有是不是 你碰到这些矛盾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刚柔并济 这是最高的境界 但是说起来容易 我们作为中国人都知道 太难了 所以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 很多时候 我们这个刚和柔 是要灵活运用的 对 好的 来同学们 接下来又轮到你们出场了 来个刚的 马上进入今天的 随唐大测验 又是这个杆 又是这个绳 又是这个铃铛 但是好像玩法 有点不太一样 对 我们准备了一个软梯子 你看上面有三个空 一会儿呢 我们三位同学 都要钻到这个空里 铁铛作战 计时开始 这个有难度 铃铛 铃铛 不错 后面 回来 绕回来重新过这一关 来 小心 前面出去要过到后面 铃铛 慢点 好 小心 后面 要协同作战 慢一点 慢一点 可以再往安泽这边来一点点 那边 看那边 后面 后面 小心 小心 对 可以 好 来 回到这儿 可以把前面写上 有关于柔字的同义词 或者反义词 一人写一个就可以 好 好 完成 好 用时 1分06秒 好的 我们来看看 蓝队的表现如何 预备 开始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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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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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滴满响了 没事 小心 大力亚里面小心 不要碰到 不要碰到 好 完成 完成 40秒 你们以为结盖过不了吗 结盖连手指头都能掰 我能过不了这个 谢谢 谢谢 好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准确率 柔和 肯定是进词 可以 阳刚 也可以 硬 也可以 柔 硬 猛 也可以 还多写了一个呢 多写了一个 算准确 对吧 不错 好 看这边 温柔 粗暴 可以 刚进 可以 柔弱 也是写了一个反译词 一对反译词 光 光滑 光滑跟柔 柔滑 就是他刚才说那个走如柔蹄 不如凝脂 凝脂就是光滑嘛 也行 跟柔有关系 好 可以 这一轮比拼 获胜的是 蓝队 谢谢 别该说我容易吗 我 马上进入 第二轮 我们这个环节啊 叫一二三 木头人 我们要过这个障碍 过的同时呢 我跟小军会随时喊停 动的那个人 只要答题 答不出来 回到远点 预备 开始转 开始走 停 都没动好像 继续 停 有一个安泽 安泽回答问题 安泽回答问题 温柔香 是温柔的敬意词吗 不是 回答正确 好 我们可以继续 来 请 怕狼 怕狼 悄悄的那个脚 我看到你踩下去了 刚才没有踩下去 绕纸柔 是包一词吗 是 是不是 不是 到底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回答错误 回到远点 他就在远点 来 继续 停 停 别该那么会唱歌 给我唱个歌呗 只要带这个柔字就行 带个柔字 多简单啊 就是 你的 温柔 非常好 来 继续 走 停 继续 走 停 继续 停 停 停 放了 啊 啊 啊 说出柔的同一词 这很简单 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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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停 停 这样吧 安泽 你也唱歌唱的比较好吗 简单一点好不好 来 也给我们唱一首 柔 柔字的歌 有什么柔字的歌呀 什么呀 一 我很愁 但是我很温柔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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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过来 好算过关 还有 开始 停 停 停 大卫动了吧 我们先要吧 说一个 历史上你觉得最温柔的人 哎 花木兰 算 历史上最温柔的人 怎么都算不到花木兰 好 哎 老师说了 不算 继续一下 不算 来来来 不算就得回来到原点 开始 停 好 那已经过关了 对 现在呢 是2比2 我们赢定了 所以现在 就是你们俩人之间的比拼 帕郎可不一定啊 你看大卫刚才一下回到了原点 开始 停 停 停 公平几件呢 帕郎呢 他应该是已经过关了 但是有的人是主动参与了这个比赛 所以安泽回到原点 哎 我看可以 这个非常好 来 安泽来 回来 哦 我们赢了 这我们蓝队全部成出了 你继续啊 继续 我们 继续啊 哈哈哈哈 我们要在这宣布 我们要宣布的这件事情呢 其实要从头说起 我们今天上的课呢叫快乐汉语 快乐汉语每一节课呢 我们只上一个字 来继续 今天这个字是 我们从祖词开始说起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 太难为了 来 我们霍向的就是蓝队 恭喜 同时也要掌声送给红队 来 各位 最后一轮投票 观众朋友们看你们的了 来 开始投票 一号 一号 安泽 二号 塞纳 三号 帕朗 四号 丹丽娅 五号 大卫 六号 结盖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时间到 塞纳 好 你已经站在这儿了 所以我们这一期胜出的人气学员就是 塞纳 恭喜塞纳 谢谢 好 在这儿我们也要宣布 下课 男神女神来敲门 塞纳都等了 她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充满了那个清晰的活力 在神奇时 也是人 是唐僧的肉 闻着香 吃着辣 我喜欢就是说走就走 精神与物质对称 神人神事 神回复 每天早上对镜子里的那个人帅些 你是我的小小苹果 下周日快乐汉语 带你一探神究竟